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现在眨眼都五年了 大大小小都有很多很难忘的经历 其中一个最难忘的 当然是跟慧英雄 红姐对戏 因为在那场戏里面 我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 又要崩溃 又要哭 又要抱着红姐去记起 原来她是我妈妈 那场戏是很复杂的 所以那场戏是非常难忘 去到拍节目 最难忘的当然是 当全身濕透 骚髒的时候 期望会有人关心你的时候 大家在下班走 很多这些很难忘 或者去拍旅游节目 在天寒地冻的地方 但我们要脱外套 穿一些很薄的 可能比较民族的服装 所以也有很多 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好笑 但那时候就会比较辛酸 但现在就会很难忘的经历 演出上 其实我是想尝试做学生 因为你想想 学生是要你年轻的时候做的 当我一直出道到现在 我都没做过学生 如果再过多年 我已经去到三十多岁了 再做学生就做不到 所以我想趁现在 还是二十多岁的时候 快点做了学生 主持哪一类型的节目 因为我是一个很outgoing 很喜欢探索的女孩 很冒险精神很重 所以如果平时去旅行 就未必会去一些 比较小众的地方 所以拍节目 我就想去一些小众的地方 去拍摄很多很特别的画面 譬如你香港人 很难突然之间 几天会去了亚马逊森林 或者去看那些动物带牵 所以我就很想 主持这方面的旅游节目 我就会觉得 拿公司budget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真的很爽 其实我最近 都在想 大家想看什么类型的 影片 因为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是比较个人的日常生活 我都会想大家想看什么 我就想 不如最近share一下 化妆 但是想一下 我的化妆技巧又不是那么好 接着我就想 不如share吃东西 因为大家很喜欢看那些食报 我又很喜欢吃东西 所以我想着 常常去一些不同的餐厅 去吃给大家看 然后share我最喜欢吃的美食 当然开了头 当然是继续下去 那么难得 终于公司 觉得我写的作品 可以见大家了 继续去走这条路 因为我也很想 让大家看到我有内涵的一面 所以多一点自己的作品 所以未来也会继续推出自己写 和自己 希望可以挑战填词 因为填词是一件 我觉得非常有挑战性 非常有困难的 所以 希望除了作曲 未来也可以填词给大家 那就完美了 未来 其实 我到年底 秋天的时候 会有自己的剧集推出 歌方面 也会继续 未来也会有自己写的作品 也会推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还有 我自己的YouTube频道 也会和自己的小编 构思了很多不同的题材 也会继续有很多 我日常生活的东西 可以分享给大家 所以大家记得留意 好 秒答B 因为 我曾经 我不想大家搜索那条影片 我曾经也有一首 跳舞 我觉得 嗯 和灾难有点接近 所以 不跳唱 大家不要去搜索 看完它 因为我自己的广告 当然要帮自己 搓一下HIT RATE 大家都一定要看完它 看到我就 A 因为电子琴我已经懂了 所以A 我的内涵是很内念的 我收了很多才华 最新一期PCM已经出了 Coverface 我Joy大祖宜 大家记得支持